发生在英国伦敦西南郊区的双面间谍案 已经近20天了 案发之后 英国即将矛头对准了俄罗斯 善有介事地对俄罗斯进行严厉指责 之后竟然宣布要将23名俄外交官驱逐出境 引发了外交危机 俄罗斯方面极力否认此事 刚刚获得连任的总统普京也斥之为 胡说八道 这让此事更加扑朔迷离 究竟谁才是该中毒案的幕后真凶 至今仍是一个谜 然而 据刚刚爆出的消息 英国自己堕入了嫌疑方行列 据观察者网3月22日报道 俄军防核生化部队司令伊格尔基里洛夫表示 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起 是实施新型化学武器研发计划的国家之一 具有相当丰富的研发毒技的经验 更为可疑的是 英国从事研发毒技的单位就是波顿道恩军事实验室 该实验室离案发商场只有几公里远 这则消息曝光的信息 虽然仍不能就此认定英国是该案件幕后主使 但也让英国有了喜不托的嫌疑 不说别的 就拿让斯克里帕利妇女致死的毒技来说 当初 英国一口咬定是前苏联研制的诺维乔克雷神经毒剂之人死命的 并以此对俄罗斯发难 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一再强调让英国提供毒剂样本 然而如此简单的一件事至今还得不到英国的配合 可见 英国方面一定是在掩饰什么 再从这起中毒案发生的时间来看 也能从中看出英国及其美国盟友似乎有赶时间的意味 案发之后 英国在并未找到确凿证据的前提下 首先挑起了与俄罗斯方面的外交危机 3月15日 英国宣布居逐俄罗斯的外交官 这几天恰好是俄罗斯准备总统大选的日子 以普京的政治素养断然不会在这段时间干出不利于俄罗斯的事 而很明显 这等卧触是最有可能是西方国家为了 故意干扰俄罗斯大选而干出来的 另外 英国还有可能是要以这起中毒案为即将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找借口 今年1月22日 美国发布了一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名单 其中包括俄总理梅德维杰夫 俄防长邵一谷以及其他俄罗斯政商大员 看来美国是要大干一番 作为美国最得力干将的英国自然不甘落后 肯定是积极参与制裁的一员大将 而且巧合的是 3月7日英美两国还一起举行了2018年兵员演习的海上军演 地点正是令俄罗斯极为敏感的北冰洋 结合来看 英国作为北约集团的一名汉将 本来就与俄罗斯矛盾重重 而言二道零 栽赃陷害之类见不得人的勾当 也正是西方国家的拿手好戏 所以说 别看英国跳得高 闹得凶 其实最有可能成为此案的主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